文初喜劇本尊就為經已播映完畢 來到大結局的一幕 飾演神棍的孔德賢 為了拯救五族防震 在重要一刻就決定犧牲自己 這一幕也令飾演雪花的陳家慧 明白到自己原來是不可以失去Danny的 你看我一身血就知道 我為大家而犧牲 因為我見到情況很危急 我明知道我做那個動作 我是貼一個符在一個單爐上 就想拯救整個震 我明知道我自己要死 我都要為大家而犧牲 然後我就飛走 噴血 然後加慧就 很傷心 看到自己原來一直在關注 不是在守護著自己的人 那一刻炸死了 很傷心 崩潰了 終於選定了 在東吻和Danny中間 到了你死那一刻 我才知道你是最重要的 通常都是這樣的 真的沒辦法 Erika為了阻止飾演 由川山夾擾轉世的鎮長王家樂 繼續大開殺戒 先後被家樂捏著頸 和推落地上 為求效果逼真 她也叫家樂不用就力投入去演 你有沒有特別有保護措施 有的 其實我舍了屁股在屁股位置 但因為我的衣服比較窄 所以不是每個部位都可以舍到 所以我這裡是雨了 又或者是比較 鎮長 我們太入氣了 你看我的手 捏雨了 捏雨了 沒有遷就你嗎 女生 我特意叫她說不用留力 直接來吧 我們這樣捏 不如直接推我出去 不要捏死我就可以了 其實我前兩天看到你們 可以吊威也 我就很興奮 我覺得自己沒得吊 誰知原來我沒得吊 我知道今天就站在Apple Box上面 被王家樂捏著 撐起來 又或者是很有趣的 原來沒有威也的情況下 怎樣把我去凌空呢 就是拿著堂梯 升氣 拿著堂梯 兩隻腳 這樣拖著我 好像坐拱橋那樣 就這樣升氣 很有趣 有時拍戲和看電視是兩件事 你見到我們有時有些鏡頭很容易 就這樣飛過去 或者怎樣 其實背後 龍虎舞師 動作指導那些 其實做了很多很多事 去支持著每一個場合 大結局這幕先繞大戰 前後花了兩天時間拍攝 謝東銘和Danny 還要被打到飛起 不過他們就說 多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們剛剛闖完了 就輕鬆一點 但是我們剛剛闖完了 昨天再繼續拍這場 我和Danny都基本上 吊威亞 吊了一整天 然後又曬了 所以大家昨天都很努力 但是今天就很精神了 因為拍完之後 大家都散了回家 就什麼都沒有做 就立刻睡覺 睡醒第二天再 立刻回去繼續拍這場戲 因為這一場是我們 最後一集的一個重要的場合 很多威亞 就是我們昨天都一起吊 吊了一整天 有很多自己沒試過的動作 沒試過的撞擊 那些其實都很棒的 但是看完那些playback之後 覺得都挺期待這一場出來 值得的 飾演呂洞賓的東吻 去到大紀局的重要一刻 才回復法力 再在五族防震的村民面前 和家樂上演終極一戰 不過家樂就演得很投入 鏡頭後都還是邪氣上身 今天拍終極一戰 因為神仙 一位就是妖精 小心點說話 我不是妖 我是川山甲仙 不是 你都是半人半妖 所以就自己想像一下 今次你們打到場面都很厲害 尤其是那些法力的比拼的時候 可不可以用很多自己的想像力去做 沒有 只能交給母子 因為有很多場面 可能有威亞 這些都不是我們平時能夠做到的 所以一定要靠一些很專業的同事幫忙 家樂呢 自己打得過不過日 還可以 其實今天都不是很辛苦 因為昨天就主力吊威亞 辛苦是昨天 今天就比較舒服 今天在這裡打幾下休息